歡迎收看新鮮話 給你娛樂最新鮮 我是郭靖 我是孫淒君 其實我常常覺得 我們的製作單位都非常的用心 他們邀請到的來賓 他們的竿子 你會以為他們打不到 但是偶爾好像還是有一點 打到一點的那種關係 他們可以讓這群人聚在這裡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沒有錯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他們都有出現在 同一個選秀節目上面 而且他們都是殺手 跟魔王級的歌手 一起來歡迎他們 歡迎李馨宜 歡迎 歡迎Kimberly 嗨 哈囉 歡迎曾經文 歡迎來到曾經文 Yeah 還在這裡 Yeah 你真的沒變耶 都自備罐頭音效有沒有 這一段我要解釋一下 沒有 我們剛剛開錄前 我們特別叮嚀她說 就是曾經文 妳不要尷尬 不要害羞 所以剛剛自己Cue了一個 因為她很常尷尬來上身 對 但是她就是怕尷尬 所以一定要一個人 真的啊 那妳等一下如果怕尷尬的時候 妳隨時可以填控好不好 Yeah OK 大家我們這邊這裡要 說的是Kimberly發行新專輯 恭喜... 我們大家宣傳一下好不好 這次的專輯 2 在哪裡 Yeah 有沒有用得很好 有沒有用得很好 專輯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OK 很好 我們會讓妳踢上去 好 就是我12月8號發行了 我的新專輯然後15號 有發行屍體了 然後這一次就是 有我的主導歌Tag Me 然後這一次就是有嘗試了跳舞 其實妳本身很會跳舞 對啊 怎麼會說這樣才嘗試呢 因為之前就是有可能唱的歌 比較慢 就沒有什麼機會 然後這一次 妳也可以啊 慢歌手 還是可以動起來 那妳就太活潑了 所以這次舞蹈會偏向哪一個方面 比較像POP的感覺 所以這次有快歌 有... 好期待喔 對啊 而且穿這麼蠟 想要吹口罩嗎 沒有 我們全部都在穿外套 對 你看我版都不一樣 會覺得冷嗎 是還好 因為那邊有背心 看到大家 我們兩間在下雪 對 中間是陽光口罩 如果冷的話 靜雯的背心可以接妳 而且她的那個還沒有拆 她的表情 還是新的 這一件... 她確定的告訴我們這是背心 她寫的 對 是全心的 她寫的Vest 然後又是Small OK 我們繼續往下 Yeah OK 我們沒有想知道妳胸圍的部分 對 好啦 好啦 重點是因為剛好提到 三位都是同一個歌唱選秀節目 出來的 都是超級星光大道 不過是不同屆 像馨怡是第二屆對不對 我是第二屆去PK 然後PK完之後 被大家認識 所以之後製作人就說 希望留下來再繼續比第三屆 所以其實我是第三屆的選手 真的是第三屆的選手 對 那妳第二屆的時候 PK的是誰 我第二屆PK的是黃美蓁跟陳怡蓉 黃美蓁跟陳怡蓉 然後其實我第三屆 也被今天現場的一位PK掉 是 你PK黃美蓁 然後靜雯PK演戲 妳為什麼剛剛聽到擺了一個 完全無辜的眼神 彷彿不是妳 我本人就是很無辜派的啊 YES 我都知道事不關己 其實那時候 他在星光的時候 非常非常含蓄 我現在也還是啊 沒有 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還是很... 你現在有含蓄嗎 你現在 你真的長得很像萌琪琪 對 你像萌琪琪嗎 我超越老 但妳最近有比較修剪妳的髮型 對不對 有... 因為志同妳上次說 晚上萌琪琪之後 我就有試圖矯正回另外一個方向 有矯正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就是比較大媽型的那種 大媽型 我不知道 因為師姐一直說我留病角就很... 有啊 就是回歸原始的感覺 沒有 因為我以前剃掉 他就覺得很兇 然後我為了要展現我原本的氣質 就是比較含蓄 比較溫暖 比較溫柔的那一掛 所以我就把旁邊也留起來 現場還有人嗎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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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我必須講 那時候去體管的時候 就是我那時候其實 因為就剩下兩位了 哪兩位 徐佳穎跟林欣怡 然後我那時候超怕抽到林欣怡 為什麼 你本身內心對他 沒有 因為我有看第二階 然後我本身知道他非常會唱 然後我那時候聽 灰哪離枝 灰哪離枝 花若梨枝 花若梨枝 所以剩我太好 是很害怕的 很害怕 對 那真正抽到的時候怎麼辦 妳那時候內心 就想說反正 死也是要唱 活也是要唱 然後就先唱再說 這麼嚴重 不是生就是死 你看小小的年紀 就有如此的 真的 得失心很重 對啊 我對於就是選秀唱歌 比下這件事情 有一個好奇的地方 其實畢竟它是比賽 所以還是會有競爭的一個 當然... 狀態 對 但是就是妳們上台前或 在表演的時候 真的會有那種 要去廝殺的感覺嗎 其實比較擔心自己吧 緊張這個部分 然後通常我們就會聽到 後面有很多魔音傳導的一些 一些聲音 就大家都要開嗓 在後台的聲音 我以為是一些 人間很不同 對不對 來自不同領域的 對... 像Kimberlin妳是第六屆 然後妳也是去踢館的對不對 對 那妳那時候是踢誰 踢誰 踢誰 我記得有黃 玉扇 還有... 好 我們自己等一下去搜尋一下 是不是連在比較久遠一點 她連去踢了四周都成功了 連踢四周 那妳那時候踢館的時候 跟他們一樣的心情嗎 我很緊張 因為那個時候 我剛搬到台北 然後我不會講中文 所以我選的歌都是英文的 但是前面還要 稍微介紹一下自己 對 然後跟陶芝姐 稍微聊一下天 然後我很害怕 她會問我一些問題 然後我聽不懂 我就會 事先不會先問 這樣說會問什麼 但是有時候要用背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緊張 加上要背 然後我的記憶力不是很好 這麼年輕 年紀輕輕 記憶力都不好 好像是因為緊張 很容易放一片白 就是很容易空白 對 而且再加上她上台 其實等一下要唱歌 應該還 就在緊張的氛圍下 會更容易忘了東西 其實心裡那時候應該就是想 等一下要唱歌的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就聽不太進去 不過雖然妳現在中文很好 為什麼我還是有看到新聞寫說 妳最近也是在上英文課 中文課 講錯英文 她還需要上英文課 對 中文課 就是因為就是我每一張 我第一張專輯 我第一張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 我在唱的時候 我還是必須要問老師是什麼意思 然後什麼意義 然後我就想說 我還是希望自己可以進步 所以我就剛好在中間的時候 我會 我剛來我有去國日報上課 然後我就非常喜歡一個老師 他非常可愛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可以請他來我家 每一個禮拜幾次 然後我們就可以稍微 進步一下我的中文 因為很多語言就是要常講 對 但是現在中文也很難懂 我昨天才看了一個新聞 最近應該有瓶頸 我覺得最近中文也很難 不知道該怎麼跟 就是外國朋友解釋 對 比如說傻眼貓咪 妳說這種的是不是傻眼貓咪 黑人問號 傻黑人問號 無鹽薯條 五梗樹葉 這個是新的 這是新的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點一度 就我自己也太知道 這個就太新了 我有點... 對 這個KAMBERLY應該 我只知道是欠詐 欠詐薯條 欠詐 真的喔 欠詐 什麼要欠詐 所以都沒有聽過 因為那些影片 妳就算給KAMBERLY看 她也不一定懂了 欠詐 就是妳欠詐的意思嗎 對 妳很欠詐 詐是炸薯條的詐嗎 對... 對 這個我也不懂 然後就可以接到無鹽薯條 對 無鹽薯條 太多好新好新的東西 對 但是三位也有參加這個 到中國參加比賽對不對 像妳的話是 中國好聲音 然後那時候也因為跟 是李琦 跟李琦 因為我們第二關是 自己人PK 自己的戰隊的PK 然後我剛好跟李琦合唱一首歌 一眼瞬間 那很紅啊 那一首寶 對 好強喔 然後那首導師是 阿妹姐 有看到 納茵 結果是納茵 那這是妳嗎 這個是我 一開始初選的時候 但其實真正播出只有30秒 這麼多 因為是只能聽一下下 因為它有一些會只有 可能節目長度的關係 有一些會簡短播出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呈現自己的 最原本的樣子 所以我就有一點 有一點一半像原住民 是要妳呈現這樣子原本 有一點點 因為他們說我有一點像原住民 所以妳就綁了那個 對 就綁了辮子 而且妳這時候選歌 是不是都要選那種 大家一聽就是要馬上來清明 但他們選的歌 我也有一點好奇 因為他們選的那一首歌 在那邊是很少聽的 他選的是看清 輕鬆 輕鬆 輕鬆玩 對 可是在大陸是很少聽得到 所以這個不是妳自己選 是 是我們經過了很多的討論 選出來的 一起選出來的 也算滿特別的 因為其實妳說像選中節目 這麼多 像那個造型跟這造型 我沒有辦法把這兩個人 放在一塊 他以前造型也不是這樣 因為他們跟我聊天之後 會發現其實我私底下 會比較叛逆一點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 原本的樣子出來 從聊天就可以發現 你這個人很叛逆是不是 對 只是說他們講什麼 你都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啊 NO 對 我都反對 拒絕 對 最原本的林欣妮的感覺 這樣講曾經文好了 好 來 妳對大陸參加是 最美和聲 歌詩歌之王 對 然後 對 就最美和聲的時候 是跟范范姐一起 對 然後她是都是合唱的 然後每一集其實 我們有一集是要跟學人一起合唱 然後那一集唱了孫燕姿的 我不難過 然後她是 算是反響 算是跟范范姐合唱之外 最好的一首歌 對 然後再來吃個 就是這個 可不可以不容感 對 對 就在這一集我被淘汰了 Yeah 剛好放這一集 對 但是也因為這個節目 就是重新要編曲 很多很多不同的歌 對 因為有些歌 並不是合唱的歌 但是你不要把它編成那樣子 其實錄... 大陸節目其實很辛苦對不對 都是要錄到半夜那一種 或是不睡覺 都要一直想新的東西 但其實導師也跟我們一起 我們那時候差不多在 非常遲起的時候 我們大概到五六點 甚至有時候錄到五六點 但是范茄她也陪我們到五六點 天啊 但其實我們會錄很多次 你說同一個 就是我在錄第一集最美合唱的時候 我們整整唱了四次 一首歌唱四次 對 他們就是彩排彩排 再彩排正式錄影這樣 天啊 對 但正式錄影是一次啦 對 只是前面 前面而已 所以就會一直保持那個狀態 但有啊 因為我那時候跟她是同門 所以就看到她每天就是 營養不良的樣子 然後黑眼圈已經掉到這邊了 你說到嘴角嗎 嘴角這邊 她可以在眼袋裡放東西了是不是 好辛苦喔 對 就很... 但我必須講 其實在那邊比賽 會激發很多鬥志 因為我覺得優秀的人 突然變太多 因為幾十億的人口 要如何突出 對... 而且還有海外很多 非常很多 非常多 妳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會聽到很多故事 我覺得我只是飛可能三四個小時 真的沒有什麼 有些人坐車十幾個小時 來到現場 她就只是為了要進入這個比賽 然後我記得在我那一屆的時候 很誇張 我記得那一屆有幾十萬人報名 可是最後只有選出五十幾位 天啊 所以就是妳會覺得自己是 很幸運的那一位 妳就特別的 不想把這個位置放給別人 妳就真的會一直很 保持在那個狀態裡面 鬥志 對 而且在後台會遇到很多 國外的很會唱R&B 或是唱大哥的那種類型的人 因為我剛從桃園來 我中文比較好 英文很不好 中文比較好 妳應該都現在也都還是這樣吧 現在也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是不是 沒有啦 所以我就是 我很想跟他們說話 因為我覺得他們 我很想討教 但是說哈囉 OK 抱歉 就是現在跟KIMA你對話 對啊 嗨 Yeah Let's go Yeah 你要go去哪裡啊 就是go往下一個 總是會的 聽說有一個新專輯 新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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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專輯對不對 是... 你不要看我 你在跟他聊天 對 因為我看到漂亮的時候害羞 因為太漂亮了 對 看了你就還... 對啊 妳在跟他聊天 不要 因為這裡要好好叫妳一聲 前輩 沒有 八歲的時候 八歲在哪裡 上學 對 上學 八歲的時候 妳是參與什麼演出 我參與一個澳洲的 國際電視節目 然後是做一個 國際電視節目 你知道什麼嗎 我覺得好像國際的電視節目 他剛剛在旁邊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有 因為在做公益 是捐錢給一些 需要幫忙的小朋友 然後在復活節的時候 澳洲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然後會播在電視上 那是什麼樣的活動 就是他們會請很多歌手 跟愛唱歌的人來參加 然後他們會去街頭上唱歌 然後看那一天就是賺的錢 然後來捐給 妳笑什麼笑 你知道 妳想人家 你知道 沒事... 因為我覺得他眼前毛很漂亮 我們在聊 對 妳是來賓 我在賺 我知道 我知道 他說就是要復活節的一個演唱 為什麼 大家沒有拿出吉他 他沒有拿出吉他 沒錯 因為我爸爸會彈吉他 對... 然後我會唱歌 妳不要叫他 不是... 他受不了是不是 OK... 然後... 然後... 我們聽... 我們看到獅子王唱的是 獅子王的活動 獅子王是我大概 大概十歲的時候 對 十歲的時候 所以跟那個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對 那個時候是在摸本做了一年 然後後來我們到上海去巡迴 OK 妳可以回來了 可以嗎 太久了 不是在電視上看起來 雖然說我很不屑 聽Kimberly講話不屑 不然就你們很像 要合唱一首台語歌之類 也就是這樣 背對背的感覺 對 可以嗎 要市長來一首嗎 不行 Kimberly Kimberly其實很早就在學跳舞 妳是五歲的時候 開始學芭蕾對不對 對 筋很軟 現在還會嗎 可以這樣 可以 可以嗎 真的嗎 可以看到嗎 可以啊 妳是不是直接在地板上 現在可以嗎 可以喔 妳要在空中也可以 空中也可以 空中也可以 空中劈腿 真的可以方便嗎... 我可以啊 那我可以餐妳嗎 可以 好 這是天鵝壺的醫院 她是站著劈 對 好強喔 真的很棒 謝謝妳 還是謝謝妳 真的 妳這褲子穿得很寬鬆 真的 對 還好今天的衣服比較寬 妳去確定一下那是不是一隻 就直接拿起來 但這個筋是不是每天都要拉 不然是會回去的吧 現在不用了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我覺得是我很矮的一個原因 因為小時候拉太多 然後會就是 對 長不高 就是拉壞 沒有 是真的有聽說 有這個說法 練體操的 對 小時候老師會 我們有一個機器就是 算是妳要 機器 就是妳要坐在上面 對 用轉的 然後它就會一直開 然後開 然後開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老師就會 就是盯著妳看妳有沒有起來 這樣子 但是筋拉開是不是就會比較嬌小 對 就長不高 她剛剛是不是有說 她會拉筋 所以她現在就長不高 這是我就是跟妳錄這麼多集 第一次看妳動怒 她有沒有在聽嗎 妳是不是有沒有在聽節目 妳都轉到這個方向 都沒有在聽她講話 妳一定是剛剛我轉過去的時候 在講對不對 沒有 她是 好啦 很棒耶 妳看那個 我覺得 妳來劈給我看 來 我扶妳 我還有聽說一些舞蹈系的朋友 他們是兩張椅子 中間是空的 對 就是為了要批認的 妳不能 就是妳不能只有180 妳要超過180這樣 超過 好辛苦喔 我也有一個從小在舞蹈學院的同學 然後他說他們以前要空翻 後翻都各兩百個 然後因為不能胖對不對 然後他們只能吃西飯跟小龍瓜 西飯不是這樣容易胖嗎 西飯 西飯 因為是澱粉 在大陸他們的粥 其實是沒什麼米 就是喝粥這樣 有點喝水 好辛苦喔 燙水 沒有我小時候吃很... 他沒有吃那麼少過 對... 他一直在比自己... 他這樣子 他意思是說 他小時候吃得到現在 都還在身體裡 他有在健身嗎 是很... 對... 他有在健身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大家回來繼續聊喔 歡迎回來新鮮話 是的 我們今天要請到的三位來賓 他們都是比賽的常勝均 選歌一定也有他的這個Petball 就是比賽你覺得選這首歌 一定可以穩贏 或是你自己就覺得 非常有保障的一首歌曲 湘地欣宇你會怎麼選 我會選自己比較拿手的 拿手就是說可能我平常 就很喜歡這首歌 對 已經唱了好幾次 我就先以這個為主 那你會以抒情歌為主 還是快歌 我覺得我比較適合唱抒情歌 因為有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管唱開心的歌 還是傷心的歌 都很傷心 都很傷心 這麼傷心 唱很開心 然後又可以流眼淚 所以你唱生日快樂歌 也還很傷心嗎 也是嗎 可以試試看嗎 他剛剛整被唱 你這句話呢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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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住我生日快樂 為什麼他超過有想媽媽的感覺 對啊 對 就是會 好難過 就都很難過 可是他的聲音是很溫柔的 是溫柔的 對 是很溫柔的 那你可以看看 現場為我們帶來一首 你平常很拿手的一首比賽歌 會很常選的一首歌 好 那我就帶來阿妹的 妹姐的歌 什麼歌呢 歌名是 你是愛我的 好 來 出了我症狀 對 對 同樣的一陣子 同樣你一生沒說 只是抱緊我 時間一到就鬆手 你用一個的我 不必沉默還溫柔 為什麼愛我又不斷退後 你害怕的是什麼 你想要的是什麼 想要的 正在你背後 我連自己都痛 我要相信你是愛我的 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 我分時間是最殘酷的 我怎麼等 我要相信你是愛我的 不要當我每次唱情歌 好厲害 阿妹的歌應該也算是 很多人會選的對不對 蠻多的耶 蠻多 因為它有好多K歌 太多了...但是 它的聲音好清澈喔 對啊 你是隨時Cue 你都可以隨時唱是不是 沒有所謂開嗓的部分 要啊... 要開嗓 對 妳平常怎麼開嗓 平常開嗓就是會有一些 發聲練習 然後... 有這種... 就一直喝水 會...會有 然後它有一個 含雞蛋的練習 怎麼練 你... 這為什麼我們 接下來的訪問就這樣做 好不好 對 然後還有一個含水的 含水的練習這樣 對 很多小... 很多小人 對啊 每個人都不一樣 那曾經文你... 我記得你也是很愛唱阿妹的歌 對不對 比賽的時候 以前有人叫你小阿妹嗎 沒有 就是真的不是很像 你幹嘛這樣 那是人生攻擊的這樣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還好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對 有一點像的 那人家都叫你什麼 原子小金剛 那其實是比賽的稱號 因為我剛好是原住民 然後他們又覺得有一種 因為年紀又小 所以就叫我原子小金剛 這樣 但我自己 可是你也長得有一點點像 我是蒙奇奇吧 他是蒙奇奇 蒙奇奇 蒙奇奇 蒙奇小金剛 蒙奇小金剛 但是我必須說 就是小時候 他們只要說要選歌 我第一個想到的 都會先從妹姐的歌單裡面 去想 但是因為隨著 他現在的歌越來越難唱 你說變成阿蜜特之類 對 真的現在的歌好難唱 好難唱 然後我就是會 已經有一點不敢挑戰了 但是以前的歌還是很挑戰 怎麼可以 真的 我會怕 你會怕是不是 我以為你要Cue我唱 差不多啦 真的喔 那你現在要來唱一首歌 我們再等一首歌 好啦 我唱那個 就是之前PK心儀的時候唱的 你要叫他重溫 不是... 你是不是故意的 來 我要聽 你故意的 你故意的好 我就是故意的 等一下請給分 好 來 我們要先轉到背面嗎 好... 你先轉... 愛情已經過了甜蜜期 多說也是無意義 愛不愛我已經沒關係 一點小傷而已 一點小傷而已 你可以很放心 不會為了留你假裝可憐 欺欺欺欺 都怪我太不真情 我恨我愛你 我恨我愛你 和我愛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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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我看也看不清的小聪明 你偶爾說也說不完的壞脾氣 你偶爾說也輸不盡你的 新戀情 我發現她轉 她的模式轉得很快 她唱歌就是變成另外一個人 真的 而且有一些 對 為什麼 你這樣嗎 因為我真的很怕尷尬 因為我覺得唱歌的時候 要很投入在感情裡面 好像妳真的是受了幾百道傷痕 或者是傷人無數這樣 我剛有聽出來那個悲傷感 對 可是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所以一結束的時候 就要馬上切毀原本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 萌其其的樣子 對 所以接下來KIMALEEN 我們帶來是張惠妹的 張惠妹又來一首張惠妹的歌 我們都是張惠妹的歌 在做Major特輯是不是 那像KIMALEEN你選歌 應該就是會以英文歌為主嗎 對 如果可以的話 對 但是我也想改編 就如果剛好聽到本來的風格 然後覺得 我有可能可以挑戰不一樣的風格 就會試試看 對 我覺得對評審來說 也算是一個驚喜 不一樣的版本 那我們今天可以聽到 你唱哪一首歌呢 就是Witney Houston的 Run To You 歡迎 謝謝 大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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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會轉喔 而且我剛剛也不是覺得 想跟著她一起 然後就是也會 所以動作是會跟 我覺得會有幫助 很多人有問我 對啊 我有時候會拍那個麥克風 妳剛剛就是狂拍耶 不是 對 每次轉都會這樣狂拍 對啊 對 我爸爸說的是壞習慣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讓我比較 而且自己是個人特色的一種 對啊 其實也不會是壞習慣啊 對 我覺得Winney Houston本身 她唱歌的時候麥克風也是會動 對啊 對 我說麥克風本身會動來動 不是啦 其實她本身會一直動啊 很難控制的 而且妳不用唱高音 然後也是拉到這邊耶 對啊 蕭敬腾也是會拉到這邊啊 對啊 或是這邊啊 其實麥克風其實 我覺得對唱歌的聲音出來 有不一樣 對 三位都為我們帶來 非常美妙的歌聲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看看Kimberly 可不可以打她的新歌呢 歡迎回來新鮮畫師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 讓我打歌行不行的單元 因為Kimberly發現新專輯 可是要打新歌 我們也是有條件的 要來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就是你們現在身上 分別有七個關鍵字的貼牌 但是我們總共題目有十題 然後我們會這邊進行抽籤 抽到這個籤 如果上面是 剛好你們身上有的關鍵字 才可以出來 才可以出來搶答 然後我們會五題 然後會算 如果是Kimberly 是第一名或第二名 你就可以打歌 但是如果是第三名的話 就不能打歌了 第三名那個門就在那裡 好 當然這也要看看 就是我們心儀跟靜雯 到底做人好不好 然後不會讓Kimberly打歌呢 好 來囉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行囉 好 我抽一個 你抽一個好不好 好 我先來第一集 我身上有什麼 我身上有什麼 對啊 要先確認一下 先確認一下自己有哪些 是七個嗎 第七個在哪 在你... 你自己貼的 這裡... 來囉 1 2 3 頭髮 有沒有人有頭髮 兩個字都有 對... 對... 有了就搶喔 我們就出來搶了 就出來搶了 出來搶了 只有他有頭髮 他會整 他會整 對啊 他會整 還有誰有 你們都有機會嗎 你們都沒有... 都沒有是不是 你們都沒有 我們可以交換一個 他的意思 你可以慢慢想 我給你10秒鐘 因為其實剛剛是他們是說 就是每一個都要有一個人寫的 然後我就拿了 但我也不知道頭髮有什麼歌耶 很容易啊 我都有一個了 對啊 學友哥的 歌名就是了 好 我們謝謝靜雯 我腦袋只有一首歌 可是它沒有頭髮 那它是什麼 它只有髮 髮 就是那個 髮如雪 不是... 我以前斷我的髮 那叫短髮 對 OK 好 我們謝謝靜雯 所以這題就沒有人答 沒有分數 就頭髮亂了啊 對啊 頭髮亂了啊 學友哥的 妳講完之後我發現 我歌真的聽得懂 好 那下一題 好 換妳唱 換我 對... 好的 趕緊的打下來看看 這題是思念 YA 我有嗎 有 妳有 有 我誰說是自己 他還在找 我有嗎 有... 妳有沒有 就是我的新歌裡面 有講到這個 好 我們要聽... 我們要聽... 她在衝動妳居然 直接開始打歌了 對 很厲害... 來 再愛我一天 一天一天 一天都是你 誰能不... 我錯了 是相念 妳這個... 妳這個很糟糕 誰准妳這樣 誰准妳這樣 誰偷偷打歌 我覺得妳這個心機太重了 真的不行 我覺得這個遊戲 不會有人得分耶 就我們現在... 妳有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 直接第三點 心音有沒有 我只會到兩句耶 妳有我就給妳分數 只要是思念都要有 好 好 這樣也可以 有... 這個有 這可以... 好厲害 還撕掉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 跟反應沒有關係 是記憶度嗎 我發現這個遊戲 他們三個人 好像都不是很在 對啊 怎麼辦呢 第三題 第三題 來囉 好 夏天 夏天 妳身上有沒有 有喔 有 妳有秋天 妳有秋天 那妳有沒有 所以我怎麼會一直挑人家沒有的 妳有夏天嗎 有...她有... 好 有... 沒有 好熟喔 唱啦啦的歌 不定了 謝謝 謝謝 敬文得1分 妳快要沒有歌可以打了 Kimberley要加油喔 Kimberley 來囉 好 看一下這一題 好笑 希望是 秋天... Kimberley 我有 但我不知道 秋天 英文也可以喔 英文裡面有秋天的話 英文也可以 Fall或者是春天都可以 什麼 有懸外之音 不會耶 那個懸外之音也太大聲了吧 不會耶 妳有沒有 我有 妳唱個一句來 秋天別來 秋天別來 我還沒忘了你 很好 十點一分 天啊 天啊 我天啊 OK... 好 我得的... 好 下一題 怎麼辦啊 我們已經唱了幾首 四首 四首... 然後總共得2分 總共是... 而且只有5題喔 好 這給妳 看 我們要加油 加油 再見 再見 等一下 妳身上有沒有 有吧 有... 有... 身不短身上 對... 對... 說了再見 妳一邊唱一邊 一臉狐疑 對 她剛剛邊唱 還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唱到 有... 太好了 好的 有一分了 有一分了 好 好 再來 這算競爭蠻激烈的 對啊 就是一個班級裡面啊 就是放牛班的最後三名在比 就是這種 好 來 這個題目是 然後 愛情很簡單 這個最簡單 我要打歌 沒有 要打歌了是不是 我們一起練習愛情 有... 有... 練習愛情 有... 大文的歌嘛 對 已經領先了 你們兩位還要比嗎 還想比嗎 我們還是有這個事 還有這個競爭力嗎 有這個競爭力嗎 這是... 現在在哪裡 現在在哪裡 好... 好... 要把它抽完是不是 對 把它抽完 就是剩不多了 OK 有 好 笑 不要跌倒喔 好不好 不要跌倒 對 你看你我才發現自己 那愛笑的眼睛 有 按住眼睛 好的 有 我覺得他們剛剛需要熱身 現在有一點... 對啦... 現在開始有一點速度了 速度感有出來了 對 好 然後 累 我... 你期待掉了 真的嗎 期待 好 我想要一首歌 可以幫忙打一下歌 好 好 幫誰打歌 佩茲 只是我看見我的淚耶 淚耶 淚 好 其實他剛剛那首也有耶 劉文鳳 對 對 對... 真的耶 真的 現在要進行到平手的部分 平手囉 好 雨 你剛剛是真的有要出來還是下嗎 我也要激勵他 你激勵他 我有... 我有吧... 你可以投入一點嗎 有...剩最後一個 好 來... 這裡嗎 聽你的聲音 你的呼吸 阿滴有唱嗎 有...你有... 誰 有 有... 好 最後一題囉 那你剩什麼 是最後一題是不是 對 最後一題 好啦 最後一個 海 海沒了 海... 海氣沒了 他有海了 對 聽 海哭的聲音 Yeah 但我說欣怡啊 你這樣子 平手耶 沒事... 沒事... 這樣就好了嗎 好耶... 我剩下一題囉 OK... 你只可以少了一點耶 對... 這個是我的啦 好 我一直給Kimberley OK 太好了 我們Kimberley 我們Kimberley答對了五題 你們到底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 誰可以回答我 為什麼要玩這個遊戲 超幾次嗎 一開始直接就黏好就好了 對啊 就給她贏就都好啦 好 那我們來歡迎Kimberley 帶來這首新歌 好 Yeah 不好意思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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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亂喔 從初次見面練習說再見 習慣聽你愛的歌 當你不在我的身邊 每年生日時的緣美是些 夢的鯨魚悄悄擱淺 不想改變的全都改變 大雨蔓延無聲世界喔 煙火只數下天 煙火只數下天 都我們只數於從前 再愛我一天 一天一天一天都是你 誰能不想念 愛過你 喊過你 都是最好的全面 一天一天一天失去你 我終於相信 愛 謝謝金文 謝謝 謝謝金文 謝謝金文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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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歡迎回來新鮮話 又來到了命理小策夜的單元 我們今天到底有什麼題目呢 還不曉得先來歡迎一下 艾菲爾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菲爾 老師今天有什麼題目呢 是的 今天就要別出心裁 我來問一下兩位主持人 最近有沒有想要減肥 我這輩子都一直很想要減肥 我這輩子一直很想要減肥 是嗎 你為什麼要減肥 你真是這麼標準 沒有 其實就是要保持 所以其實不斷不斷的 其實都在進行這件事 也是 對 所以我們從兩位主持人 想要減肥的這個議題 我們延伸出來 我們今天就幫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測算一下 因為現在秋天到了 冬天到了 吃東西已經吃很多 問這題其實很殘忍 對啊 但是還是要知道 很熱量的 你知道怎麼樣更殘忍嗎 怎樣真的 我們現在直接伸一個體重機來 然後我們兩個站上去 我覺得有必要做這件事情嗎 然後算完之後 下一個月我們再站回來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有哪些課卡呢 沒錯 來 觀眾朋友 我們來幫自己來測一下 究竟你未來一個月減肥 能不能夠成功 好 來幫助大家自己 來運動的要運動 來 我們今天的牌面的畫風 都是森林當中的精靈 那麼第一張牌的精靈 她是一個女生 坐在一個枯樹上面 旁邊有一個這個 好像是一個愛心的能量 這是一號牌 她的身材很好 對 她自己本身就很好了 對 今天這五個精靈的身材都不錯 是 那麼二號牌的這個精靈 她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很可愛的 甜美的精靈 坐在一個月亮上面 而且月亮是一個藍月 很少見的藍月 那麼三號牌的精靈也不錯 她坐在一個葉子上面 而且她在彈這個 拉小提琴 她坐在葉子上 她很輕 拇指姑娘 手 我覺得我們的節目 馬上變童話前了 來 四號牌的精靈也不錯 她是對了一個這個桶子 好像準備要提這個桶子 旁邊有一個燈 五號牌的精靈 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精靈 是紅頭髮的精靈 她坐在一個船上面 然後是一個藍色的海洋 這五張都有光源 你有發現嗎 但是會不會都不是重點呢 我不能說 我知道我 但是我不能說 你不能說 但是你們要憑直覺做選擇 好不好 好 因為它才能夠 跟你的潛意識的能量 做一個連結 好不好 相信兩位都有答案了 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囉 3 2 1 第一張 你幹嘛了 你幹嘛 你幹嘛 兩個幼稚鬼 對啊 我真的嗎 你為什麼要選我 不是 我原本很想選第二張 但我後來想一想 絕對不行 她就是感覺有懶惰 她在睡覺休息 可是我真的剛剛也想選第二張 因為第二張圖也很漂亮 好 我都選了第一張 我跟你講 她這個反應我就知道 可能會出一點問題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看第二張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剛好攝影大哥 就是選第二張 好...觀眾朋友有可能 有人選第二張的 是的 來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能不能夠瘦身成功 好 你的減肥計畫 到底未來一個月 执行得怎麼樣 個性懶惰 你猜錯 借口很多 所以能不能夠成功 成功指數只有20%而已 其實這個反而是比較像我 對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容易放棄 然後借口很多 可是妳身材沒有不好 很好啊 其實算不好了 以女藝人來講 其實我這樣已經算 很不負責任了 對 我是一個沒有羞恥心的藝人 好啦 所以尋到這張牌的朋友 其實代表說 你的個性裡面 其實在所有的精靈裡面 這個心理是睡覺精靈 它代表是說 你很多事情你都會偷懶 而且很多藉口 比如說下雨天 你就不想出門了 或者是說 你覺得今天有走道路了 就不想要去運動了 所以整體來講 就是很多藉口 所以減肥成功的指數 只有20分 月亮是藍色的 我不錄我就不運動了 現在倒是很會解釋嗎 我都亂講 我自己都亂講 反正我沒有選到 我現在就很開心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你選到的是這個 中間的這個3號牌 拉小提琴的好不好 未來一個月減肥能夠成功 觀眾朋友選到的 他應該是不需要減肥 要很輕 改變作息 調整飲食 所以成功指數60分 還不錯 所以其實要減肥的話 選到這張牌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要改變你的作息 跟飲食習慣 它是一種雙重的調整 就是說你作息要更有規律 什麼時間做什麼事情 而且飲食習慣的調整 其實幫助你減肥更能夠 這倒是真的 好險我沒有選到這一張 因為我是絕對不可能 調整飲食的 你知道但是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睡覺跟瘦身 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要睡在對的時間 而且要睡滿6到8小時 其實身體才會正常的 運作跟燒脂肪 沒有錯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重點 給大家做一個提醒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你選到的是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選到這個好不好 好 拉著小船的 好 拉著小船的 未來一個月能夠受生成功嗎 可能觀眾朋友選的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一個月是 用錯方法 而且成功指數只有0分 老師你最近很狠 都有0分的 是 大家可以仔細看這個小精靈 他是坐在船上沒有錯 但是他並沒有滑動這個船 他是靜止的 對 靜止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減肥上面 他用錯方法 可能太想要求快 比如說亂吃一些東西 或者聽信一些什麼偏方 導致你身體變壞 就是停滯不前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這時候你要頂替一下自己 反省一下自己 有沒有用錯方法 好不好 最常看到錯方法 就是不吃東西 又是最糟糕的 因為你餓到最後 只有我今天一整天不吃東西 到晚上10點很餓完蛋 歡樂送 歡樂送 常常會這樣 對 沒有錯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不要用錯方法了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直接看一下 兩位的好不好 就是都選一號牌 好 觀眾朋友如果說 你也同樣選這個牌 我們不是40 就是80或100 對耶 應該是40或80 他要是再升個10分出來 我真的 好 不知道該怎麼辦 來 直接看答案 來 選到這個1號牌的朋友 健身紓壓產生興趣 成功指數40分 還不錯 其實我覺得 可以接受 兩位真的可以去做 健身紓壓的一個方法 因為這對健身來講 對瘦身來講 都是很好的一個方法 而且成功指數40分 代表說機會還是滿大的 要實至於可以 所以要對健身這件事情 要先產生興趣才可以 對 妳覺得妳有可能嗎 我去健身房都是去洗澡的 這麼神水 不是健身 難怪之前在另外一集 妳有說妳要熱水器 所以妳都去 喝神水有沒有 但是觀眾朋友 選上這樣牌還不錯 仔細看一下這個牌的精力 他代表說這個人 他對於愛心的眼神 是很凝視在對方 這個物件上面 代表說你對於健身或運動 已經慢慢產生興趣了 所以我們鼓勵郭婷要產生一個 產生一個對運動的興趣跟嗜好 還好我很喜歡運動 真的嗎 還不錯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這個提水桶的 這個是愛麗絲 愛麗絲 我們來看一下成功指數有多高 它對有知識以恆 必能夠成功 它表好運指數成功指數是80 其實我剛剛就在想這個應該很高 因為那個桶子 感覺就很像是它的啞鈴 沒有 可是我覺得 它是要去拿食物吃 沒有 裡面是養育片是不是 裡面其實是金幣 是金幣 是金幣 它代表是說 因為你在健身的時候 或者你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是代表說你持之以恆的話 的那種成效 它對於你來講 就好像讓你獲得很多的保障 跟收穫一樣 因為你會收穫健康 也會收穫一個好的興趣 也會收穫一個好的自律習慣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瘦身的事情 為你帶來各方面的一個改善 而且很有成就感 老師你剛剛都沒說 他都沒說那是金幣 他都不現講 觀眾朋友選到了 好啦 那就恭喜大家囉 就是需要秀順的朋友 能未來一個月好不好 找到自己的方式 恭喜持自己恆必然成功 我跟郭郭先去吃飯 我要去吃飯 不是就是健身嗎 我們兩個就是去吃東西 算了 好 謝謝艾玲老師 謝謝 謝謝今天收看金鮮話 拜拜 加油囉 來來來來 學長問你 幹嘛要談戀愛 請問你是他的未來還是被猜 來學長問你 為什麼要升學 是要躲當兵還是為以後要